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法官就要学莱温斯基 需要留下那条戴京般的裙子他大笑 这样的裙子我有好多的 如今在陕北千亿矿权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王林青的裙子被偷了 王林青自录视频 以正清白 防备灭口 按照视频所述 他是陕西千亿矿权案的承办法官 群众猜测 他是因为感觉到危险 事先录视频自保 毕竟如今实行法官终身负责制 这么大的案件 出现丢失案卷这种实锤 当时法官是承担不起责任的 这是对崔永元的声援 也坐实了崔永元爆料的真实性 看了这个视频 对这个法官突然有了一些兴趣 这个法官 视频里头发乱如鸡窝 丝毫不休蝙蝠 说话有时候语无伦次 磕磕巴巴 哪里有最高院法官的风采 在江湖上行走多年 想要打听一些事儿 那还是易如反掌 打了两个电话 就拿到了王林青的一些独家猛料 二 王林青可以说是才华横溢 他是公检法系统唯一一个双料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 也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中国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这些光环依然不能掩盖他性格的缺陷 朋友说 王林青为人相当耿直 他之前办过一个山西煤矿大案 涉事方想给他送了两千万 他不为所动 要秉公执法 这可急坏了这个煤矿的涉事方 最后最高法的纪检部门给他施压 具体怎么施压 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总之是各种威胁利诱 都被他言辞拒绝 没想到这为他埋下了祸端 随后他去江苏诉签授课的时候 时任最高法纪检组长张建南 副组长何立 通知江苏高院院长许前飞 配合抓捕他 许前飞早已因为腐败被调查 现在王林青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他被抓捕后 被办案人员带走坐高铁的照片 曾经还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很多人都以为是抓江苏官员回京调查 其实被抓的是最高法法官 也就是千亿煤矿的承办法官 这张照片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轰动了全国 他被调查了很久 无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最后只能认定他有不当收入11万元 这是他们人民法院出版社安排他授课 给他的酬劳 最后他被寄过 这个视而说明 王林青是一个非常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据说曾经有个姑娘仰慕他的才华 奋不顾身地追求他 但是相处不久 这个姑娘发现 他真是不解风情 随后就和王林青分了手 分手了不说 他还把他是直男的视而满世界去说 直男怎么了 朋友说这个千亿煤矿暗卷丢失之后 他感到暗流汹涌 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把控的范围 只能主动要求撤换自己 他的同事发现 他几乎一夜苍老 憔悴万分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丢卷一事与他完全无关 三 王林青录视频自证清白 这事儿 八个一方面感到悲哀 一个最高司法系统的法官 尚且依靠这种方式自保 那普通人又该如何艰难 另外一方面 也为他的不解风情感到佩服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人 可能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冤案 多了更多公平 今天我们叫他王法官 其实有一些勉强 我注意到 他的法官身份 恰好处于一个尴尬的交叉地带 本次曝光视频 将他的身份问题凸显了出来 这两年 法院推进原额制改革 虽然一般大众并不关心 但这确实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大事件 法院工作人员 将分为三类 法官 司法辅助人员 司法行政人员 只有入额法官才可以独立办案 同时 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拉开薪酬 所以 入了原额 才是真正的 完整意义上的法官 没有入原额的人 包括助理审判员 不能独立办案 将逐步过度 转为法官助理或者行政人员 这一改革的精神 符合世界潮流 但是 对王林青来说 却是尴尬的 2017年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批367名法官入原额宣示 名单中没有王林青 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内社机构主要人员网页上 有所有审判员的名字 每个庭室都有 500人左右 也没有王林青的名字 所以 他并不在主要人员名列 正式报道中 最高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嘉欣说 未入额的法官 有四种渠道进行安置分流 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 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原额法官办案 二是转任司法行政人员 到综合部门工作 三是年纪较大的法官从事案件评查 诉前调解等 四是交流到其他党政部门 当然 这次没有入额的法官在下次原额空缺临选法官时 如果符合入额条件 他们还可以参加临选入额 所有未入额法官 他们原来享有的法官资格以及金补贴保持不便 但不得已办案任务重为由让未入额的法官独立办案 这一点态度是明确的 也是不动摇的 因为王林青之前助理审判员的岗位和工作 保留法官身份和待遇 但是 这注定只是临时过渡措施 例如 海南设置了五年过渡期 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 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 法官职务保留 现有待遇不便 首批367名入额法官中 有98名是相对年轻的法官 助理审判员 王林青没有入首批原额 已经落后了 如果在未来一个时间段 具体看最高法院规定 仍然没有入圆额 他将成为了那个被新的利益格局洗牌掉的人 成为那个被革命掉的人 所以 将来王法官还能不能叫做王法官 还是未知数 这要看下一批是否能进 案卷丢失字数视频 就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了 4 在全国层面 目前 全国法院法官总体数量约为21万人 已临选产生12万余名原额法官 包括最高法院367名 这意味着约9万法官不能入额 无法独立办案 也不能享受原额制工资待遇 据徐家新介绍 在首批原额法官选任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从严执行入额标准程序 不搞论资排备 不搞平衡照顾来自一线办案部门 审判员或具有八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的助理审判员是入额法官的基本门槛 本次入额法官的平均年龄47岁 平均法律工作经历22年 其中博士学历119人 占32.43% 硕士学历205人 占55.86% 法学理论功底扎实 均承办过疑难复杂案件或曾参与起草重要司法解释 具有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 对照以上标准 我们来看看 王林青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 看一线实战业务水平 在2013年 王林青被评选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当年最高人民法院仅有三人获得这个荣誉 全国也仅有200人获评 各个省份 少的只有两个 多的也才十个 2014年 王林青获得第三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这个荣誉也不小 在京各个机关 总共才十人获得 以上是官方肯定 民间呢 我身边至少有两位朋友 上海的 山东的 曾经听过王法官的讲课 他们的评价是 每次被上海邀请来讲座都是爆满 法条脱口而出 又很幽默 专业型 根据公开资料 王林青先后负责起草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三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2011年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民事部分 他还参与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物业服务 城镇房屋租赁 旅游纠纷 食品药品纠纷 网络侵权 民事诉讼 物权法适用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等多部司法解释的研讨制定和书籍编撰工作 所以 王林青显然是长期在一线无疑了 他不仅在一线办案 且善于总结 可以只比司法解释实现普遍性规范的高级人才 其次 看理论水平和专业背景 王林青的学历轨迹是 烟台大学 法学学士 北京大学 民法学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 商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学博士后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博士后 他还兼任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市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研究员 2011年获金融学副研究员高级职称 2016年荣获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王林青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核心刊物 主流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著作共120余篇 不 出版金融纠纠纷裁判思路与裁判规则 民间借贷纠纷裁判思路与规范指引 上下 房地产纠纠纷裁判思路与规范指引 上下 等诸多著作 第三 看资历 案卷丢失事件进入大众视野 是2018年最后两天 目前公开资料并没有王林青简历 但根据视频自数 案卷丢失发生在2016年 也就是说 王林青至少在2016年 还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承办法官角色 到今天 至少15年 他那么成功 但是 又那么失败 这些年 仍然没有从助理审判员成为审判员 也没有在原额制改革中入选首批原额法官 王林青的成长史 可以说是一个普通人奋斗的故事 他的本科在烟台大学就读 这所大学虽然不错 但并非211 985 只是省属大学 但是 他说是考上了北京大学 然后 博士考上中国政法大学 然后 他还觉得不够 再跨专业 成为中国社科院金融学博士后 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这是多少年的寒窗苦读 又是多少次通过独木桥 他已经成为全国政法系统首位双博士后 我们知道 到了一定的年龄 再要跨界进入其他专业 在致时上是极大的挑战 但是 王林青做到了 在读书这条路上 王林青已经做到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极致 五 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努力 他拼命办案 夺得全国办案标兵的荣誉 判决数量可想而知 他埋头写作 出版了那么多大部头的著作和论文 涉足金融纠纷 房地产纠纷 民间借贷纠纷等 都是指引性的 他操着全国人民的心 起草一批司法解释 从民间借贷到劳动争议到网络侵权 他没有藏私 努力去各地讲座 分享自己的经验 一个出身普通的平凡人 努力不可能再多了 才华不可能更横溢了 贡献不可能更大了 但是 他一直只是一个助理审判员 如今 又在首批原额法官中落选 这不科学 问题还不是能不能当法官 而是安全不安全 我昨晚问了一个人 他说 因为超出了自己能控制的范围 当时这个事情对他打击非常大 一下子老了很多 像变了一个人这么大利益的案件 压力可想而知 王林青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最高法院的二级法官 全国办案标兵 不得不录制视频 自证清白 自述为保护自己 免遭不测 这背后是一股多大的力量 我看了一个人 我看了一个人 这一股的状态 我看了一个人